请问全国最低调的是哪个地方的人呢 三亚人明明开着法拉利 车上缺挂肿 穷逼 保持快乐的三大秘诀 无所谓 没必要 不至于 请问我现在找女朋友都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现在找女朋友 你的相貌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多才多艺 比如说你要会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逝去一套 交去一套 还有现在的女孩子都比较喜欢有爱心的男孩子 所以你需要养一些小动物 比如说捷豹 鹿虎和宝马 请问你怎么看待现在的药店 现在的药店真是扯 各种推销有手段 有积分送鸡蛋 积分多了啥都换 电饼层 电风扇 为了提成 瞎推荐 古代的大药房 门口的对联上贴着 但愿世间无极苦 宁可架上药生成 现在的药店成啥样了 好像超市商场逛 买史送武 敲大谷 欢迎光临 嗓门虎 各个灵丹和妙药 牛皮吹的 有疗效 哪种药品提成高 一个劲的来推销 只要票子拿到手 管它效果 有没有 请问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你 您都拒绝了 因为我怕他们上瘾 哎呦 你妈 现在天气太热 怎么降温呢 想想喜欢的人 新凉半斤 再想想明天还要上班 瞬间从头凉到脚 想想这个月的收入 拔凉拔凉 最后想想银行里面的存款 就凉透了 哎呦 你妈 请问你对农民生活奔小康的问题 有什么看法吗 农村现在有四大难题 第一农村老人看病难 第二农村老人种地难 第三农村老人养老难 第四农村孩子上学难 如果不把这四大难题解决了 还谈什么农民生活奔小康 好男人都是老婆管出来的吗 女人越凶越强势 男人就又玩玩 不要跟男人争 你争赢了 他就输掉了在外面打拼的气势 你越是挑男人的毛病 他就越心愣 女人就是家里的风水 女人要温柔如水 体贴入微 你对男人的事业才会忘 哎呦 美女啊 越心多少的 可以做你的男朋友啊 长得帅的 钱不钱的无所谓 长得不帅的 就得谈钱了 我这样的呢 你呀 得四五千万吧 嘿 请问人们总把幸福解读为有 你怎么看 我不认为 有车 有房 有钱 有权 就是幸福 幸福其实是无 无忧 无虑 无病 无灾难 而有 多半是给别人看的 只有无 才是给自己的 请问老公有什么作用呢 老公的作用非常大 他能让你定期头疼 他能让你大姨妈紊乱 他能提升你的脾气 他能毁掉你的身材 他能让你的血压升高 他能让你火冒三丈 他能让你练就爵士师后功 他能让你一觉睡不到天亮 他能让你快速衰老 他还能让你拥有怨妇的头衔 老公真好 请问当代年轻人至今单身的原因是什么 陌生人你觉得不了解 了解的你觉得不熟悉 熟悉的你觉得没感觉 有感觉的你嫌人太穷 不穷的你嫌人太丑 不丑的你嫌人太矮 不矮的呢你嫌人太蠢 不蠢的呢你又觉得太精明 精明的你觉得不老实 老实的你又觉得不浪漫 浪漫的你又觉得花心 最后你好不容易看上一个 人家还没看上你 哎呦 为什么女人一生气就不说话呢 有什么好说的 哎呦 最难的是老百姓 当今社会人民上不去的是工资 下不来的是三高 塞不满的是钱包 买不完的是假药 最黑的是医院 最火的是明星 最累的是工人 最苦的是农民 最贵的是药价 最寒的是人心 最没用的就是专家和教授 请问两口子怎么做 家庭才会幸福 首先说给男人们听 持家经验寄心中 有孩子 有家庭 不可任意胡乱行 烟少抽 酒少喝 朋友聚会 别赌博 多工作 少清闲 银行卡里 多存钱 过日子要实在 虚荣心会把你害 你是家里顶梁柱 对待老少要照顾 爱家庭 笑父母 对待朋友 要靠谱 爱妻爱子 爱家庭 不爱身体 等于零 身体健康是关键 锻炼养生 记心坚 说完男再说女 女人们要认真听 一日夫妻百日恩 不可再有第二春 别的男人再优秀 可别往人家怀里凑 别嫌家里日子苦 勤俭持家 你做主 辛勤劳动 多工作 和谐幸福 欢乐多 对待孩子 不要惯 少买零食 多做饭 对待孩子 多疏导 关心教育成绩好 同心协力 遇子女 同患难来 共感苦 不比吃 不比穿 家庭和睦 乐翻天 你说在沙滩上 可以穿泳装 为什么就不能 穿内裤上街啊 在低厅 可以喊举起手来 在银行里 你敢喊吗 小姐姐 为什么有些男生 长得不帅 也没钱 却能追到漂亮女孩子呢 因为他们做到了三点 一坚持 二不要脸 三坚持 不要脸 还有什么 请问你能形容一下神宝师过年吗 过年啊 其实就是在给胃造病 给嘴巴找工作 给天空造物霾 给消防队添乱 给卖鞭炮的发工资 给鸡鸭鱼 猪牛羊 寿终 给汽车耗油 给女人们巡活 给卖烟酒的搞促销 给卖蔬菜的发压岁钱 给亲朋好友们添麻烦 过年就是一球老娘们的洗洗涮涮 收拾房间 打扫卫生 忙里忙外 过春节呀 简直就是在过劳动节 那你能总结一下过年吗 过年呢 其实就是一个字 泪两个字消费 三个字大聚会 四个字虎吃还睡 五个字短信满天飞 六个字大家半年贺岁 七个字鞭炮声 战耳欲碎 八个字探亲旅游 纯属受罪 九个字 长假放纵后 各回原位 十个字 春节是全民遮痛运动会 其实啊 不管怎么样 过年最重要的就是和家人团聚 只要一家人开开心心在一起 家家户户 团团圆圆 就是最好的过新年 请问您最讨厌哪个明星 刘德华 为什么 因为我叫刘华 他们都说我缺德 请问什么是垃圾老婆的特征 回家永远都很累 抱着手机就不睡 老公一觉就嫌烦 闺蜜一觉准到位 红又圈从来不发老公的信息 老公发的信息从来不关注 见色色的给别人点赞 还笑得满脸灿烂 哎呦 你妈 请问你觉得老百姓活得累吗 我说四点 你听听 一 城里买房全是债 二 幼儿园学费比大学都贵 三 读书全是补课费 四 医院检查全是检查费 到老了还没有退休费 你没说老百姓累不累 请问人口过1500万的姓氏有哪些 据统计 2020年百家姓人口过1500万的有16个姓氏 第16名 郭姓约有1580万人 第15名 胡姓约有1650万人 第14名 朱姓约有1810万人 第13名 马姓约有1910万人 第12名 孙姓约有1940万人 第11名 徐姓约有2020万人 第10名 周姓约有2680万人 第9名 吴姓约有2780万人 第8名 赵姓约有2860万人 第7名 黄姓约有3370万人 第6名 杨姓约有4620万人 第5名 陈姓约有6330万人 第4名 刘姓约有7210万人 第3名 张姓约有9540万人 第2名 李姓约有1亿0100万人 第1名 王姓约有1亿0200万人 请问男人和女人的区别是什么 女人说世界上最硬的东西是男人的胡子 因为男人的脸皮那么厚 胡子都能长出来 男人说世界上最厚的东西也是你们女人的脸皮 因为胡子都那么硬了 女人都长不出来 女人偷看帅哥 那叫观赏世间美好事物 男人偷看美女 那叫满足心中龌龊思想 女人喜欢的男人是那种正经里面带一点不正经 但是这点不正经还不耽误正经的那一种 男人喜欢的女人是那种青春里面带一点风情 但是这点风情还不影响青春的那一种 男人爱上女人她会作诗 女人爱上男人她会作梦 女人的看家本领是撒娇 男人的拿手好戏是撒谎 女性如何才能独立啊 女性的独立从来都不是来自于男人的给予 而是要通过自我奋度 一个女性想要获得更多的自由 获得社会地位 首要的第一个条件就是 心机独立 不要去想通过婚姻获得富足 别人的钱终究是别人的 而且还是用自己的不自由换来的 即便你一个月只有5000 也是自由的 是独立的 你自己有了经济基础 不用交换 不用妥协 经济独立以后 持续学习 充实自己 做一个终身学习者 最后你要有自己的排序 有自己的空间 比如一个小时的冥想 自己独处 只有这样 你才能越来越独立 越来越强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